我的天 这么多产动画 太炫酷了吧 毛山道长也懂高科技 用现代化的科学道具 驱除标果鬼怪 你敢想吗 时间来到2178年 在这个时代 科学家发明了一款 叫做梦迭的高科技胶囊 戴上这款胶囊 用指纹识别认证 胶囊会伸出触手 触手可以直接连接 人体的脊柱神经 从这个时候起 你的视觉 听觉 触觉 一切感官体验 都会百分百分享给 网络另一端的观众 因为有这样全新的体验 梦迭胶囊瞬间 火遍全球 很多人都加入了其中 做一面感官分享主播 有的分享世界各地去旅游 有的分享KTV酒吧的 灯红酒略 有的分享极限运动 总之一个比一个世界 谁知道这一天 暗网的黑客组织 入侵了梦迭胶囊的系统 给胶囊植入了 可怕的木马程序 一旦主播用指纹激活 那么主播的身体 将会被剥夺全力 会变成浑身抽搐的植物人 类似于电脑史记 俗称也叫中邪了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只能请驱魔道掌出山 道掌身穿 迷彩炫光道夫 手拉无线色屏 香火WiFi 屏铺组件蓝牙键盘 启动八卦连灯炉 台式电脑 用自家心机的杀猪栏键 去除梦迭胶囊的 木马程序 这一套操作 幸运流水 宛出零阵营在世 这是一场黑客与白客之间的攻防战 最终道掌 技高一筹 驱魔成功 销活也重获新生 最后这部过三短片 叫做终极体验 感谢小伙点怎么做 掌握出来的 下期更快